南续江川里有一尊带官帽的土地公 相传建造人江永胜 在清朝乾隆年间来台开墾后定居在江川里 为了纪念江家曾在明朝时期当武将的祖先 因此土地公便头戴明朝乌纱官帽 也成为地方一大特色 之后由寺庙改成宫庙 供家族和地方居民来膜拜 民众潜心参拜 占地经一百平的江川里福德公主寺福德正神 供奉土地公和土地婆 是当地居民信仰中心 不过仔细一看 土地公竟然头戴乌纱官帽相当特别 就是在地的江家 从明朝的时候 他好像就把土地公请过来 从大陆那边邀请过来的 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个官 所以说我们这个土地公 他是戴官帽的 这几十年来 就是我们江川里 所有的里民 只要有什么需求来求他的话 大概都会 都会一一实现 相传建造人江永胜在清朝乾隆年间 来台开墾后定居在江川里 为了纪念江家曾在明朝时期当武将的祖先 因此土地公便头戴明朝 乌纱官帽之后由寺庙改成公庙提供家族和地方居民摩拜 八七水灾的时候 我们的八公岸的时候就是水流了 因为 经过它的显灵 在一个 那个 丁丁说是一个 卡在一个 水流过 一个 地球的所在卡掉了 因为水已经泡烂了 后来那个已经是不堪 就是说已经是 那个 神像已经是残破了 后来再根据我们的东风公太 我们的公太 东风公太的 那个 尾上 现在要都保存在 我们的 工厨里面 他的神像 就要 他说他的神像 出来 就是我们现在 这尊 那个 我们的 八公子 江川礼福的功 民国66年 千建至今 最早是纪念僵尸祖先 现在成为地方信仰中心 全台湾带观庙的土地宫 并不多见 目前仅彰化 嘉义台中有 下次经过 可别忘了来看看 南区唯一的 观茂土地宫 记者杨宗桓张伟林 台中采访报导